好 我們今次的訊息 這個互動的訊息 就是講到 神很細心去牧養我們 而我們就學習 神怎樣細心牧養我們去牧養別人 我們上一次已經講了 以賽書46章3節的 我現在簡略講 因為有兩段經文的 我們簡略重複裡面的內容 我們都可以一起讀一下 以賽書46章3節 雅各家 以色列家 一切如成的 要聽我言 你們自從生下就蒙我寶寶 自從出胎便蒙我懷差 直到你們年老 我仍這樣 直到你們法白 我仍懷差 我以造作 也必寶寶 我必懷抱 也必拯救 這個經文真是很美麗的一段經文 是講到 神怎樣照顧我們 每一個神的兒女 神將我們生下來 這個是講到 重生 也可以在經文講到 自從你出生 但是神也是將我們重生的 就蒙我寶寶 我就照顧大家 神就照顧每一位的 其實我們很多人 未信耶穌之前 都發覺神怎樣 保守我們 祝福我們 提升我們 很多東西在我生命之中 我都看回神怎樣 保守 我曾經被老鼠咬過 又沒事 就是不知道 我當時小時候都不知道 是可以有很嚴重的感染的 我都不知道 這些都是神的保守 我們就多謝神 你一路照顧我 一路照顧我們每一位 就一路蒙我 神懷差 一路抱著我們 直到我們年老 都我們莊年 我們依然是需要神照顧我們的 直到我們年老的時候 神仍然是這樣照顧我們 直到我們發白 就算我們幾大年紀 或者幾強壯的時候 一樣是需要神的照顧 神就是這麼細心照顧 我以造作 造作的意思就是創造 我已經創造你們了 我會保抱你們 會抱著你們 會懷抱 都會拯救我們的 這個經文 真的是非常美麗的經文 希望大家都會記得 將這個經文可以念它 用來應用在自己身上 好 我們這次第二段經文 都是同類似的意思 上一段經文講到神怎樣補抱我們 這段經文 又講到神都是抱著我們 和引導我們的 這裡看到神的照顧 我們一起讀以賽書四十章十節 主也會說 必將大能者臨道 他的傍備必為他掌權 他的賞賜在他那裡 他的報應在他那裡 他必將牧人 牧養自己的羊群 用綁備聚集 羊膏抱在懷中 慢慢引導 那羽養小羊的 我首先解解這個經文 然後我們才會有互動的討論 這裡講到神好像一個大能者臨道 他是充滿能力的 他的能力改變我們任何一個人的生命 我們多少困難都好 神都能夠改變我們的 他是掌權的 即是他話事的 一切的資源在他的手中 他有足夠的資源可以祝福我們 他能夠掌管一切的事 就算世界的人反對我們 敵黨我們 但是神是會保守我們 神的兒女是會蒙福的 得到神的照顧的 雖然基督徒都會受迫霸 不過神的照顧是超越非基督徒的迫霸 神會令到我們在這個迫霸中得勝 正如初期教會他們受了很多迫霸 但他依然賺得穩的 而神的掌權他又會賞賜 賞賜 聖經裡面講到 凡是愛他 侍奉他的人 神一定賞賜 還有他的報應都在他面前的 他會報應人的 即是人所根據他所行的或是脈惡 得到報應的 他又好像牧羊人那樣牧羊自己的羊群 要照顧他的羊群 這裏有三句話 大家留意一下這三句 一會兒我會問大家 第一就是他好像牧羊人牧羊自己的羊群 第二 用綁秘聚集羊羊羊抱在懷中 第三就是慢慢引渡那羽養小人的 這個慢慢引渡其實在希伯來文 大家找5095Hebrew Hebrew即是希伯來文 H E B R E W 你要找到一個字其實中文翻譯不太準確 其實不是慢慢引渡 是帶牠去一個休息的地方 帶牠去水邊 或者是令牠refresh那個字 令牠好像恢復重生得力那樣 是會令到那些羊羊羊 能夠重生得力會照顧牠們 好 我們現在試下把這段經文 其實字面的意思是不難明白的 但是我們去把它細心去思考這個經文 好 那我試一下幫助大家去思考 有很多人說 神不是那麼大能的 為什麼呢 他說 為什麼神不是很大能 他說 如果神很大能 這個世界為什麼這麼多不公平 為什麼世界這麼多戰爭 為什麼這麼多好人被迫白 好了 如果有人這樣問你的時候 你會怎麼回答呢 大家有沒有試過你怎麼回答呢 好 我會說 你首先要相信神 依靠祂 信祂 你是祂的夢人 好 即是你首先信靠祂 那他說 是呀 我信靠祂 但為什麼好像神都不是說了事 好像這個世界還有很多問題 好像神都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那神是不是大能呢 有沒有人想回答 好 其實很多問題是因為人犯罪導致的 但人犯罪發生了很多問題 其實神有時是容許的 容許那件事發生 但亦都是用人去知道自己的問題 去給祂經歷 慢慢慢慢地帶祂進入神那裡 OK 好 你說出一點是非常好的 就是說有時困難是會令到人 學習倚靠神 就看到神的大能 即是困難有時帶來好的 益處的 譬如現在這個世代其實很多人有憂鬱的 那些統計數字 哇 很驚人 以前是幾千個人有一個有憂鬱的 這個自閉症 現在是幾十個人有一個 那有很多人就覺得是因為 那些污染和化學物 那些抗生素啊 各樣的農藥是有很多對人不好的 它已經看到我們的水的資源和空氣 全部已經滲透了 所以令到人是有很多問題 那很多人有憂鬱的 但是反而在憂鬱中 有些人就會找神 因為他很絕望 在找神的時候他發現神的能力 就是神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中顯明出來 在這個困難之中 但是有些人都是說 有些人幫助我 但是整個世界有很多問題 其實謝師兄姐妹有講了少許的 不過他還沒講完 就可以講一下 為何還是世界這麼多問題呢 因為人有罪 那個罪善阿當 即是同學吃了那個甘果之後 有那個罪又做了人來 導致犯罪 是的 即是說這個世界是一直因為有罪的緣故 所以越來越多問題 有些人就說神不是掌權 如果掌權的話應該這些問題就沒有了 這一點的答案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希望大家記住 那你以後會回答人 神的方法不是他就這樣插手在這個世界 好了 我將這些問題全部拿走 因為神是不能夠將這些問題拿走 唯一的方法是透過誰呢 透過誰呢 透過耶穌才能夠解決 為甚麼呢 因為人有罪 神不可以說 我將這些罪拿走 不可以拿走 唯有耶穌他付罪的代價 當人悔改信耶穌 耶穌能夠神的靈進入他裡面 才能夠將他重生才能夠改變 即是說人在罪中 神是不能夠將他改變 他一定需要悔改 信靠耶穌做救主 聖靈就住在他心中了 他才改變 因為這個世界上大部分的人 聖經講到這個闊門 是大部分的人都進入這個闊的門 是進入滅亡的門的 是很淒涼的 其實我們不想的 我們希望救多些人 所以基督徒有責任去榮耀神了 因為那些世人都不聽神話 於是這個世界就有很多問題 神的方法是透過基督徒傳揚福音 幫助他們得救 然後改變這個世界 但是我們兩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因為信的人是少的 第二呢 真是聽神話的人是少的 這個是基督徒的責任了 真是愛神去傳揚福音 去更新人生命的是少的 所以我神感動 我有這個侍奉操練課程 想訓練更多人 我也都在非洲直播 訓練他們去改變人 而聖靈的能力是真是 滿有能力的 能夠叫我們去影響人 我們為人祈禱 大過很多人悔改信耶穌 經歷神的醫治安慰 所以神的大能 是存在這個世界上的 我們奉耶穌明講邪靈 真是神的工作很真實 尤其去到宣教 去到一些國家 很多異教 很多邪靈的工作 在祈禱的時候 或者有時就這樣講到 那些人有邪靈都會彰顯出來 神的能力就彰顯出來 透過耶穌可以彰顯出來 所以如果有人問你 為何這個世界還有這麼多困難 是因為人不聽神的話 所以這個世界越來越多問題 所以聖經已經講了 將來那些問題越來越多 但是神很想救我們 唯有一個方法 就是耶穌為我們贖罪 當我們悔改信耶穌 聽耶穌的話的時候就改變了 那你都可以一起改變這個世界 幫助更多人信耶穌的 OK 好了 這裡講到祂的綁秘必惠掌權 神是掌權的 祂是掌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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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說 不是神掌權的 似乎魔鬼掌權多些 似乎是多些人聽魔鬼的話 怎樣可以見得 神是統治和掌權這個世界的 這個是希伯萊文4910 大家可以查到那個字的 我想問問大家 神在這麽亂的世界 祂怎樣掌權 這個世界的確現在很亂 環境又變差了 戰爭又很多 罪惡又很多 神怎樣掌權 這個世界的歷程 神怎樣掌權 有沒有人嘗試回答 不用看別人 放心說就行 神透過一些信服祂的人 神來掌權 神就透過基督徒去掌權 並且這個世界的歷程 在哪個手中 在神的手中 這個世界越來越變差 似乎是魔鬼掌權 但是因為也會有更多人看到這個世界的問題 現在有很多異教徒 他們見到他們的宗教 有很多殘忍的地方 殺人的地方 他們就懷疑 為什麽我們信神會這樣 他們就呼求神 大家上網找 Saw Jesus 即是見到耶穌 大家會見到一些不同的見證 有些異教徒 他們就不信耶穌是真神 他們就不知是誰 他們就尋求神 神這個世界有這麽多問題 到底誰是神 有些人在夢中 有些人在異象 或者聽到聲音 見到耶穌 有些人去信耶穌 大家有沒有 如果你有 即是你聽到英文 或者你可以看到英文字幕 你可以加入我一個群組 你可以一會在一張紙寫下 或者你告訴我 我有一個英文影片的群組 就是我會將那些影片 好的英文影片傳出去 就有很多這樣的見證 大家有幾個聽過這件事 就是見過這些見證 就是有些人 就是他們問神是誰 跟著他就見到耶穌 或者是聽到耶穌的聲音 有幾個聽過這件事 我希望大家都知道 這件事發生著 我曾經去過一些國家 那些牧師說 這件事我們經常都聽到 很多人 現在很多這樣的人 雖然當然這不是多數 始終都是小數目 不過神掌管 還有這個世界歷程 一路一路越來越差 大家有沒有發覺 今年的天氣跳得很厲害 有時去到38、39度 香港有些地方38、39度 這個世界會越來越熱 聖經講到將來會熱死人 是很厲害的 所以這個世界會進入末期 但進入末期 不代表我們害怕 而是我們得勝的 因為神是得勝 耶穌會回來 不過有很多人會害怕 大災難又怎辦呢 其實大災難有一個時期 讓我們更加榮耀神 更加經歷神的作為 其實我很期望大災難 可能有些人說有沒有搞錯 胡思 我很害怕 因為我期望大災難 我會深信神一定有方法供應基督 因為到時那些所有的人要買東西吃 一定要拜仇 拜這個敵基督 要仇這個仇印記 但我就說 如果基督徒要拜仇仇印記 就不能有得救了 聖經很清楚說到大災難 仍然基督徒存在 所以我相信神那時會行神即其事 不知道怎樣的方法 現在我們不知道 可能石頭變餅 可能就將任何其他物質變成食物 或者不用吃東西 就是這樣祈禱就已經生存了 或者神會將我們由監獄帶出去 那時我們經歷的神跡是會多很多 我是會很期望的 我們到時可能有些人有病 我們祈禱很神跡地見到醫治 可能我們能夠移山 可能走在水面上可以逃避敵人 我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但我知道神會做很大工作 我會看到魔鬼很大災 有些人就說 那死吧 那見到魔鬼在外人便怕死 但我就會說 神一定掌權 祂會作事 所以我不用怕魔鬼 就算祂捉了我 就算迪基督捉了我 我都不用怕 因為神一直會跟我說話 因為聖經講到 你受迫巴仇 你不用想說甚麼 聖靈會親自指教你 我剛剛所講的就是 神是大能和掌權 為甚麼重要 因為對後面有影響 知道神是大能和掌權 大家信不信 在你的困難中 神是大能和掌權 我希望大家很深信這件事 他大能掌權 他講了兩件事 一個就是賞賜 第二個就是報應 我想問一下 中間 你有沒有經歷到神賞賜你的生命 在你的生命 今生 經歷到神的賞賜 祝福你的生命 有的 可以立刻 舉手可以分享的 有沒有人想分享 神祝福你的生命 你有沒有發覺你的生命 被耶穌更生改變 在各方面祝福你 這就是今生的賞賜 我自己經歷是 展變很大 我有一個非常抑鬱焦慮的狀態 能夠完全醫治 完全耕生 令我很喜樂 現在很開心 很自信 很滿足感 活出那種完全沒有了 以前那種憂慮 整個人都不同了 我很感恩 我發覺上一次在你的釋經 我就覺得自己信心 對神的信心不足 然後我開始調整我自己的心態 我就發覺我對神的信心大了 我更加喜樂更加輕鬆 做事更加得心應手 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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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上個禮拜 有個姐妹很神奇 在我們祈禱的時候 經歷方言是自己來的 你想形容一下過程 二牧師 我想分享我的經歷 好 在二十年前做了個大腰骨手術 是醫生說我走不了了 我一輩子坐靈異 因為手術室大了 我在醫院 我那時去喝符水 拜甚麼神都有拜的 但醫院有軟墓 我又甚麼都試 那時已經是甚麼希望都沒有了 但是幸好就是隔壁病床 有位牧師 即是病友介紹過牧師 來跟我們祈禱 那時就開始式祈禱 便可以坐到五分鐘 因為那時連坐都坐不到 然後就跟了二十年前 那時那位牧師就回了教會 又慢慢拿拐掌 就割掉了一支拐掌 三年左右就走得回 所以是因為那時信了耶穌 第二個奇蹟就是 當年我們住洗字區 很多爸爸哥哥都是拜六人 打神打 拿刀斬肚不流血那些 其實我整家都信 所以是很多就座 其實我現在一家人 全部都要死就死了 要病就病了 就是家散人亡 但是信了耶穌 自己抽離了 神救了我 我跟著的下半身 其實都是幸福的 所以很感謝神 帶著我走這條路 這個就很感人 直到十年前就認識葉牧師 是因為自己又有邪靈上身 那時真的很害怕 好像趕不走他 在Youtube見到葉牧師 就去了新醫館去找葉牧師 他不認識我 但我認識他 我就是這樣去找葉牧師 剛剛那次聚會 就是這樣認識了葉牧師 那時連邪靈都可以拒走 跟著就 腰骨翻化 那時葉牧師幫我治好痛症的腰骨 所以就直至到現在 但現在又再多一個奇蹟 就是我其實都很想說那些 我常見到那些姐妹兄弟 那些謊言 我常常都很想說的 但呢 是歌倫道前宣十四章的謊言 我很想 我上次前一天 前一個星期 我有請教過姐妹 我問她 你為何會講那些 啦啦啦巴巴巴 我想學 她說學不到的 我真的很想 但上個星期真的很神 好像神 完全聽到我想做什麽 我上個星期葉牧師拿著手和我祈禱 他就開始來了 但是現在又沒有了 不要緊 我們待會再為你祈禱 這個是要保持的 你知道是一定要保持 是的 我的分量是這樣 這個都是很神奇的 神當時臨在你身上 求主幫助我們的生命得到各方面的賞賜 我經歷神的賞賜祝福真是多到不得了 在任何一方面都有 在任何一方面 其實我無論在愛有機會學習 經歷聖靈 有機會幫人祈禱 怎樣經歷 我去到宣教的經歷是真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我看著那些人被神的愛融化 上網找到有些人我跟他祈禱 他哭得很緊要 很感動 神的愛臨到他身上 我自己真的覺得 哇 神你真是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感激神 時時數算神的恩典 時時活在神的恩典 你就發覺神一直賞賜你 一直凡事祝福 但神亦都報應 就是當人不聽話犯罪的時候 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就是 仰恆典5章14節 人是可以犯罪而帶來報應的 神的報應未必 即使我們看得到 不過這個人的生命 有時有些人說 那些人 你看他犯罪很順利 他賺很多錢 又買很多間屋 他哪裏有報應呢 就是這樣 有沒有人想回答這個問題 怎麽回答呢 有人在今生好像很順利 那他到底神怎麽報應 他在今生有無報應呢 有時的報應未必定在今生的 就是死後就不知我 即使我上去拉撒路那個故事 是 那個就是死後的報應 死後一定有的了 但今生有無報應呢 今生 有些看得到 有些就未必看得到 因為很多人看報應就以為他有無錢 家庭憑不憑伏 有無生子 那些好像一樣他都有 不過他的報應是什麽呢 他的內心的痛苦 他得不到神的平安喜樂 就是犯罪的人 其實是 其實他裏面是很多掙扎的 很多痛苦的 我最近我們就 我想大家都聽到那些新聞 那些被人騙了去東南亞做奴隸 我看了其中有一個YouTube的影片就是這樣說的 有一個人他死了 他是死了的 那他是什麽呢 他有一個就是在東南亞地方一個女人跟她說 跟她建立關係 又很愛她 你來找我 她來找她 怎麽知道被人抓了 抓了做什麽呢 要每天19個小時就做打電話去騙人 如果騙不到錢 就會被人打 被人罰 然後幾個月都騙不到錢 就會賣給別人 那將他賣了過去 最後他被人殺死了 那他父母就去到 真是很傷心 就是呢 只能夠火葬他的兒子 然後帶回那些骨灰回來香港 真是很痛苦 那這些真是在這個世界上很大的欺騙 那我太太就跟我說了 她說 為什麽這個世界上有些人的良心 為什麽會這麽埋沒的呢 看著那個人 真是害死他 並且不斷要害不同的人 不斷要逼那些人 要去打電話去騙其他人 那我就回答他 我說呢 因為他們在壓抑他們的那個良心 我曾經很久之前看過一套電影 他就說有兩個恐怖分子 被捕了一班人 那有一個男一個女 那有一個被捕的人呢 是有一個寶寶的 抱著那個寶寶的 然後呢 那個寶寶在那裡哭 那這個女人呢 把那個寶寶抱在他的手上 那這個男人跟那個媽媽說 你要令到他不哭 如果他還哭呢 這個女人是會殺死這個寶寶 他是沒有了無性的 這個女人是沒有了無性的 他是什麼意思呢 他已經訓練到他沒有了那種良知 他不會覺得會疼這個寶寶的 有些人會有這樣的情況 其實他的內心呢 會覺得他沒有所謂 其實他的內心是會很壓抑的 其實他不做了一個正常人的 其實他是一個辛苦的人 一個痛苦的人 很多人賺很多錢 他們說謊騙人 欺騙人 傷害人 其實他好像外面是順利 但其實他裡面是受苦的 所以不要以為他們是很行的 其實他們是不行的 所以我們知道 其實他們收到今生的報應 也都收到永遠的報應的 好了 神是會賞賜和報應我們 然後十一節 有講到三個行動 有沒有人來講 十一節講到這三個行動 有什麼分別 普通的第一句 那個牧人 當然他是負責牧養自己的羊群 即是帶牠去水邊 帶牠去草來吃 他對那些羔羊 羔羊羊羊就是小一點的羊 小一點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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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 好像是照顾 或者是令到它得力 令到那些羽养小羊的得力 或者照顾它们 那这裏不就是两样 就是将那些小羊扑在怀中 然后慢慢羽养它们 OK 这裏你看错少少 不是慢慢引导那些小羊 大家看不看这裏 谁都可以回答 你的解释是这样 慢慢引导它们 带它们去休息的地方 带它们去水边 要它们累就得到恢复 我还以为是这样引导 那羽养小羊的是哪个 你先想清楚 再想一想 那羽养小羊的是哪个 神去引导耶稣 大家先想清楚 那羽养小羊的是哪个 整句完整的就是慢慢引导那羽养小羊的 这个括弧是解释什么叫做慢慢引导 如果这个十一节就做了三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就是它会好像牧人那样 牧养自己的羊群是第一样 第二样就是用被磅聚集羊羔 第三样会慢慢引导那羽养小羊的 那那羽养小羊的即是什么呢 牧者 是呀 或者是生养的 还有照顾的 照顾其他小羊的人 去牧者和照顾者 OK 即是说呢 这个就是牧羊人 就是普通的羊 你看到有只母羊 那只母羊带着几只小羊 牠就在羽养小羊 然后呢 神就会慢慢引导 其实就不是慢慢引导 是温和地引导 或者是照顾牠們 祝福牠們 即是呢 神就会祝福那些 羽养别人的那些羊 即是牠們也是羊 不过牠們是在预养那些小羊的 那这些人呢 神就很欢喜 神就会叫牠得灵 即是牧养者 是牧养别人的人 OK 那这三句话所讲的有什么分别呢 先大家讲出个意思 但那个分别 应该是 对其实你们已经讲了的 不过我只是说 其实目标是讲到哪三类人 即是你们重复讲出来可以 谁想讲出来呢 第一类就是羊群 即是所有的人 神都会牧养的 神都会照顾的 好了 然后那些呢 那些是特别软弱的 或者是初信的 那些就是羊羔了 就抱在怀中去安慰他们 加力给他们 那有些人说 那我宁愿做羊羔了 那羊羔呢 就多些照顾 那是的 那做羊羔当然好 做嬰儿也是好的 是不是 每个人都想做嬰儿 妈咪你抱一下我 我想找人抱一下我 我不用做大人就好了 不过耶稣呼召我们 不仅是自己搞定自己的 我们都可以出去帮助人的 因为将来有一天 神都会问我们 有没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我们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神就喜欢了 那所以我们呢 就不要整天都是做羊羔 整天都是做嬰儿 那神在那里的嬰儿 他是会用方法去帮他 牧养他 照顾他 那有时我们都发现 一件很 比较奇特的事 就是有些人很软弱 不过他特别容易听到耶稣的声音 或者见到异象 不是个个下 有些是 有些是我们 明明他很软弱 为什么他这么容易听到神的声音呢 神就知道他需要 所以就去带领他 牧养他 照顾他 而我希望我们多些人会去照顾他们 就不是整天停下做嬰儿 好了 然后呢 有些人他就会带着 在牧羊的时候 真的就是牧羊 带着那些嬰儿 他带着那些嬰儿的时候 他需要更多的力量 神就知道这些人 他就会特别加力给他 他就会令到他们去到休息的地方 带到他去水边 又令到他能够refresh 能够重生得力 神会好喜悦这些人 会加力给他们的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被牧养的羊群是有福的 羊羔也是有福的 不过呢 最有福的那些 是照顾羊群那些 照顾其他的小羊 照顾他们 神是会特别叫他们得力的 所以耶稣说什么呢 你要扶我握 学我样式 这样 接着是什么 大家说得出来 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在你的灵魂 在原文说到 你的灵魂就会享受到安息 那即是说 当人去 父耶稣欺骗 去侍奉神 去跟从神的时候 他就会得到神额外的祝福 好了 那我们今次的主题 就讲到神细心的照顾 这两段经文都讲到 神细心的照顾 一路抱着我们 我们由出生到年老 发白的时候 然后呢 在这个经文 二塞书四十章也都讲到 神会抱着我们 会牧养我们 和那些牧养别人的 神就会去照顾了 即是神真的好看到 我们的需要去帮助我们 那我首先想大家回应一下 大家有没有经历过神去牧养你呢 有没有经历过神去大一步步提升你 提升你的生命 照顾你的生命 医治你的生命 有没有人想简单的分享 你有经历这些的 你就可以分享 即是说 我怎样经历到神的照顾 很明显看到神是活着的 神真的在我心中做工的 有没有人想分享 有没有人想分享 上次我上一两个月 圣灵来和我看圣经 我真的不知道 你要解释一下 圣灵来和你看圣经 我每天都这样看 每晚都这样看 有一晚觉得很特别 为何今晚圣经特别好看 其实我看了几十年 看了几十次 以赛亚书的时候是在看 觉得很特别 好像很迷身 很关我事 我又不回忆 到第二晚 又是这么好看 以往看圣经 就好像在看一本记录 一本历史书 一本很多资料的书 是这样的 但是那晚觉得 好像全部都是和我说话 那样的 那我就 也都不回忆 还是未回忆 到第三晚 那种感觉更加强烈 好像呢 我心里在搅拌搅拌 即是里面呢 搅拌得很紧 觉得呢 很感动 很感动 我就知道 原来是圣灵来和我看 圣灵在我心里面 和我一起看 很感动的 就是呢 居居是和我说的 女儿 我要背着你 我要好像 好似麻鹰 那背着你 如鹰展翅上腾 我必带领经过 我应许你什么什么什么 全部是直接和我说的 就不怪之 那三晚看圣经 是这么不同 因为我没有听过这些见证 圣灵会来和我们看圣经 他解给我听 所以我看上去很明白 很清楚 我没有听过这些见证 我不知道 我居然有这些经历 可以和神会这样做事 这样就自己解释给我听 原作者来和我看 他解释给我听 我真的很感恩很感恩 到第三晚我最终知道 圣灵来了 连续三晚 接着就是这三晚 好感谢主 多谢主他的经历 我会这样去 我会这样说 圣灵更加强烈 不是那些日子 没有感受到圣灵的灵在 就是他没有和你一起 其实他都和你一起 不过那三天 是特别强烈的 经历到神的灵在 不同的 不同的 所以你说更加强烈 就会准确了 不是强不强烈 是有感受 是的 是他下来 在这里 是的 我主要就是说 你未曾有这个经历之前 圣灵有没有和你一起 没有那些感觉 是的 应该说没有那么强烈 他是有的 你会不会觉得 有时都有感动灰改 恩荣神 那些 小小 小小 OK 其实都是圣灵的感动来的 这个小小多多 就在乎我们怎么回应圣灵 或者敏感圣灵 当我们越留意 就越留意到 但是他这个是一个 超级强烈的经历 就是令到他很感动 但是我想更正的就是 加强就是 其实圣灵一直都和我们一起 不只是那三天 时时都和我们一起 那我们就感谢神 何时都会带领我们 好 还有有人想分享就是说 圣灵如何牧养我们 神如何牧养我们 因为事件关系 我自己就很简单地说 其实很多方面 我真的看到神的照顾和牧养 神在我初信 我一赞起神就经历喜乐 还有给我很大的动力 去向人传呼音 又会给我感动 这个世界很多人都没听过呼音 他们都不知道神的存在 我真的需要向很多人传呼音 神就被我感动 我愿意去 如果神你愿意的 我愿意成为牧师 就是我在初信的时候 我已经和神说了 然后神一直带领我 其实我很多次不听神说 我有犯罪 第四年一路感动我感动我 那时候的挣扎是什么呢 我就看到真的犯罪是很辛苦的 就是我心里面很 哭哭乱乱 很不舒服 犯罪很不舒服 令到我不想再在这个状况 这个第一个动力 离开罪 而后来当我经历圣灵之后 我就看到有圣灵的能力 可以这样帮助人 那我就说 神我愿意更加离开罪 就很决意离开所有的罪 就是任何的罪的意念 我立即尽快处理 这个都是神一路牧养我 带领我 还有教我不同的方法去照顾人 去怎样教导人 怎样帮助他的灵命 这都是神一路在我里面做工 这都是我好多谢神 我希望大家都会数算这些神的作为 好了 我们去到最后的部分 神这么细心照顾我们 我们有愿不愿意去照顾别人呢 你有没有试过去照顾别人呢 照顾别人的时候 有时你会发觉很没耐性 因为他们不听话 他们会抗拒会反弹 甚至会麻烦我们 那我们的过程会觉得不开心的 但我们依然能不能够 好像耶稣那样 那么细心去牧养照顾 亦都欣赏那些照顾别人的人 即他们就是那些羽养小羊的人 我们都会辅助他们 加力给他们 在这个时候邀请大家 有没有人经历过这些帮助别人 得到的平安喜乐力量 还有你有动力去做 并且你在这个过程中 怎样处理生命 处理那些负面的 那些伤害 或者有时人家 怎样建立内心去牧养人 谁想分享的 可以分享的 我上班後 我就是神理很好 我有时读经 我听到要去关心那些轮死 我现在关心一个我隔离的 他说我是讲粗口实现的 他说我经常都会去 跟人家抽着 打斗这些都可以的 他说我都没有朋友的了 他说你都会同样 我出来喝茶 可以打一下电话给我 怎样去帮助他 他一直一直 三个月来就是这样去 帮他解释一下 和他祈祷 一路一路进去 神一怀疑 有时我一祈祷 叫做amend 和他看到那个吐祖 那时很猛的 现在三个月内就 一日一日都不同 要笑容 和他自己以前是很碰 他不和我聊天 他拿着很多东西都自己 好久他就好像 不当是朋友这样 要碰他 但是现在一路一路就 fan了 要笑容 还有打电话 你会谈两个 他自己有些 不去什么地方和我分享 就是我要靠耶稣 我事上都 我和他祈祷 一满气都和他祈祷 他现在对耶稣如何 三面里面就改变了 还有我都已经祈祷了阿姆 我现在就慢慢去学习 和他讲那个福音 大约去那里面 现在开始 三个月 三个月 这位姐妹她讲了给我听 很多不同的故事 就是这个其中一个故事 就是有个人会讲粗口 他居然会和他喝茶 慢慢变得他 向他传呼吸 这个真是很大的耐性 他还讲另一个故事给我听 他就说 有个保安 又和他讲话 又不开心 他居然 请保安住在他家 因为他家里不行 住了多久的结果 一个月 住了一个月 住了一个月 就是那些时间去帮助 也那个保安 就找我去帮他的灵命 和耶稣的关系 这个都很奇妙 就是他 他是很有耐心 肯去帮那些 普通人认为都没有帮的人 那我真的觉得是很特别的 就是这件事他在周围 我想问你帮你的鄰居 帮过几个人 大约多少个你帮过 我前后帮了五个 真的有点不白 好 你可不可以简单 就是讲个人是怎样的情况 就是简单说就可以了 就是先讲个 就是讲粗口 很粗路 另一个就是保安 很伤心 不开心 另外那三个 还有家庭问题 另外那三个情况 大概是怎样的 有一个他就说他信耶稣洗脉 但是又整个 我做他 耶稣感动我认识他 我做他帮助他 有一次他就说他很冷 很冷 前几年前很冷 他就要望眠胎 跟着我跟他关心一下他 那时都知道他家里是望眠胎的 跟着我自己 迈不及 跟着我自己够一个棉托给他 放个床带 放个床带 放个床带入给他 拿到家里和他扶候他 即是将棉托送给他 是的 那就是 一个伯伯 一路都去照顾他 就是关心他 不同 不同 打印字幕大约可以传福音 跟他讲那个福音 教会都可以传到一些 就是他一路去关心他 这真是我觉得很特别 圣灵将他更新 是 我以前是跌落谷底 有土浅 用什么 神就是这样 一灯没一灯 又认识又认识 但他被我经历 每一次 对我后面去慕容我 就是他改变我那个生命 我不好的东西 跟我一点一点去 我今次最近 三年代 就是我已硬 但我已硬 背后看到他就是成了 美意在我当中 被我去 慢慢去亲近他 我以前 怎样心灵感动我 怎样什么 我都不听话 我做我自己的事 我找到我自己去 要老公结婚 就有人让我 但是 神不是用我去地下那些结婚 用我去身上那些 最后的那些去事故 我就不听了 但是神就不断有 又不知打他们 怎样 搞得突然间都已硬 很严重 那个姊妹都陪我 我就是看到神 在我身边 一些你抹我不好的东西 那些犯罪 不听话 搞得我又不读圣经 不听的话 搞得我慢慢去听的话 和循服 听他 整天都听我 我静下来就听到他的声音 我现在就 立即回宴 回宴 帮助人 好 感谢主 他一静下来 听到神的声音非常好 我鼓励大家 第一 给耶稣目有我们 我们心中有什么伤害 负面 被人伤害 心中觉得没有希望 没有力量 没有盼望 我们很重要 就是一定要吃耶稣的恩典 领受耶稣的爱 耶稣的恩典 耶稣的赦罪和力量 和清理垃圾 所有的不好 也不要反复思想 整天都想神的美善 我们天天都赞美神 神爱着我的 神帮着我的 我们就逐漸得医治了 然后我们也去目养其他人 求神赐给我们动力 去关心我们这里的群体 也都关心我们周围的人 关心我们参加的教会 我们一起祈祷来到神面前 让神去安慰我们 然后也都赐给我们动力 去安慰别人 我们一起祈祷一下 一起开眼 放松的人 来到神面前 主耶稣真好 神祢真好 耶稣是我的目者 我必不知缺份 祂使我躺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可安极的水边 耶稣是我的目者 你细心的心思 我必不知缺份 我必不知缺份 祂使我躺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再可安揭水面 多謝天父 你是我們的牧者 你細心地牧養我們 你懷抱我們 從我們出生到年老發白 你都懷抱我們 你都照顧我們 你都陪伴我們 事事掛念我們 所以我們可以放心 放心你一定會祝福我們 一定會照顧我們 我們數算一下你的恩典 實際很多很多恩典 神你一直幫助我們 多次幫助我們 多次安慰我們 多次加力量給我們 我們多謝天父的大恩 我們願意主耶穌完全的 醫好我們 將我們裡面的那些煩惱拿走 幫助我們不再去想那些不好的事 不要去想那些不好的人 而是時事注目在神怎樣曾經幫我們 聖靈怎樣感動我們悔改 聖靈怎樣感動我們遵從神 聖靈感動我們親近神得力 感動我們愛耶穌遵從耶穌 停靈感動我們 isn't it 那些是神好大的恩典 求主更生我們 幫助我們完全得伊自 幫助我們整個人得伊自 幫助我們心裡面得釋放 釋放我們的靈 使我能够去敬拜祢 使我能够得于智 释放我们的灵 使我能敬拜祢 释放我们的灵 使我能赞祢命 有种丹舍下 使我能够去敬拜祢 我想大家一起放松量 主要求祢的圣灵 临在我们身上 安慰我们的心 拥抱我们 医治我们 将我们的重担拿走 带着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被神牧养 被神照顾的 我们神一直带着我们 由我们出世到我们离世 祢都一直跟我们一起 祢必定赏赐凡爱你的人 遵从你的人 祢必定会赏赐那些 牧养别人的人 主要我们来到祢面前 求祢安慰我们的心 将我们里面的伤害都拿走 不要紧的 别人伤害我们 我们可以放手的 因为神去医治我们 一切欲骂我们的人的欲骂 都落在基督的身上 我们多谢耶稣 祢承担我们一切的欲骂 所以我们可以放手 人家骂我们 我们可以放手 我们可以数算神 如何照顾我们 细心的照顾 我们就感谢祢 多谢天父 这么细心照顾我们 这么细心目涌 我们是很大的恩典 我们多谢祢 我们数算一下祢的照顾 我们心里就感激祢 求主叫我们欣赏祢的爱 我们就天天享受神的一话 我是蒙福的人 我们天天都说神祢是祝福我们的 我是蒙福的人 多谢天父 主耶稣 哈利路亚 神赞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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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赞爱我 主意知我 主意知我 你赞爱我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求主医治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平稳安静 轻轻松松 开心做人 你都给神使用 发挥生命 求神使用我们的生命 去祝福多人 发挥我们的生命 去怜悯周围的人 使用我们的生命 当我们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神一定好起源 当我们做在别人身上 他就算未信耶稣 我们尝试带他信耶稣 神都一定起源 就算他不肯相信 神都起源 起源我们去传言福音的 多谢主 求主使用我们 赐给我们怜悯的心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荣誉重赞归给你 多谢主 祈祷奉主耶稣 圣明 阿门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成 愿你的国 降临 愿你的子 而行在地上 而同行在天上 我们也用的饮食 今天刺客我们 以我们的债 而同我们也念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跳来空落 因为国度 拳并 荣耀 全是利益 直到永远 阿门 请接受主的祝福 圣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尝劝我们每一个同在 坚固我们的信心 医治我们的内心 让神的牧养 临到我们身上 让我们传言 给神去医治 和牧养 也都猜忍我们出去 去牧养周围的人 去照顾周围的人 去拯救周围的人 更生周围的人 主使用我们 从今直到永远 阿门 哈利路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